大家好,我是亚洲记者协会的记者王璇,很荣幸为大家介绍今天的ACM最新新闻。 今天的一则新闻是关于在韩国生活的中国朝鲜族同胞的。 事实上,早在1992年中韩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之前,中国的朝鲜族同胞就已经开始踏上了寻求韩国故土的征程。 而详细记述他们在韩国生活经历的名为《梦想成真的图书》,最近也在韩国出版,并在吉林日报韩文版的首发仪式上同韩国读者见面。 根据出席首发仪式的吉林日报韩正一主编所说,该书记载了从2011年2月到6月间曾经备受媒体广泛关注的朝鲜族成功人士的生活轨迹。 就内容结构来说,按照不同的分类寄宿了30名朝鲜族杰出人士的事迹,其中涵盖了朝鲜族作家、文人、音乐人、商界人士等来自不同职业的群体。 此书的出版对消除韩国社会曾经对朝鲜族的误解和偏见比较起到良好的感官作用。 预知详情,请点击我们的网站www.theasian.asia 今天就介绍到这里,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